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2年8月11号周四 市选专栏 距离10月15号 BC省市级官员选举还有两个月 温哥华市政周二下午在当趟东端拆除帐篷城的行动 引起警民冲突 紧张局势加剧 市政府决定暂停拆除工作 至少三名黑车司机被劣质文市警方处罚 皇家骑警称 在7月底进行的一项打击非法出租车的专项行动中 至少开出了三张罚单 这三人属于一家无牌网约车公司 在7月27号的行动中 分别以违反BC省客运条例和省机动车法 每人被处罚1800夹刀 罚款包括1150元的无证经营商用车处罚 276刀不按规定使用驾照处罚 以及357夹刀的商用车无检验许可证处罚 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 为了道路和乘客的安全 除了罚款外 使用的车辆车牌被没收并当场拖走 同时 非法营运的公司 每天可能被处罚10万加刀罚款 北温灵溪商谷公园的暴露狂被抓到 警方正在征集证据线索 警方表示 7月31号下午6点左右 一名男子在北温的小吊桥公园的步道上 向游客暴露自己 警方赶到后 逮捕了一名30多岁 来自温哥华都会区三角洲市的男子 该嫌疑人被有条件释放 包括以后不可以再到灵溪商谷公园溜达等等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国家网信办集中整治涉虚拟货币炒作乱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大威德天天晨报